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疫情时代老师的角色格外重要 如何发挥稳定的力量 带领学生排除空间障碍 继续有效远距学习 美国有许多教授中文的语言老师 在疫情中不忘继续进修 希望让线上教学 同样能达到和实体教室教学一样的互动效果 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最近举办线上讲座 邀请教学实战经验丰富的中文老师 分享如何以全中文的方式教授第二语言 参与讲座的老师人数破纪录 这次报名的老师们不止在美国 我看到还有从南美洲 从台湾 世界各地 还有从瓜地马拉也有 从世界各地的老师 今天来听这场演讲 而且这一场演讲 也是目前破了我们 目前线上讲座 几乎报名的有六百多位的老师 但不知道等于他上线会有多少位 可是就是说 代表老师们 我相信对于这个议题都很想要学习 许多老师认为以全中文教授中文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次分享的专家说老师只要愿意自我突破 接受挑战就可以办得到 很多老师舍不得放弃 他觉得我一定要就是就是拿你20年前30年前你的老师怎么教你 可是时代改变了 已经变了 时代已经改变了 你时间已经不够了 你还要跟他们讲英文吗 他真正的是要听的是中文 你不必教他英文 英文让英文老师来教 英文他在走到马路上 他可以听到英文 可是你中文老师 你们要坚持到底 你们一定要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你们要坚持到底 你们要给他 跟他们讲中文学 分享的老师提到 学生不愿意学习中文 是因为没有使用中文的动机 当老师以全中文教学 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使用中文沟通的动机 因为我不会跟他们讲英文 所以他们跟我之间是有一个需求在里面的 因为他们要让我回答他们的问题 要我跟他们交流 因为小朋友是很想跟老师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我把它变成一个需求以后 就等于说逼着他用中文来跟我讲话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